大家好 我是十五屆的 我叫劉淑儀 我這次講就是 我自己一個親身的體驗 我在十五屆我上上課的時候 今天是星期三 其實星期三對我來說有一個很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上到十五屆 但是我上去星期三那一天 我中午是有一個高空意外的 撞車 我上個小車那裏 就坐在司機後面 就撞車 不知道為什麼坐在那一旁 我雙手臂就蓋住他的腳 就撞到頭 就撞到整個嘴 就撞到司機後面 在司機後面有條鐵 撞到整個嘴 當時手臂已經好像七尺 那一隻手臂 這隻手臂 雙手臂是在流血的 那我當時整個長身學 我就繼續撞到嘴 但是很快覺得已經沒有血流了 即是直至已經止了血 接著我看到旁邊的人 都在流血 那這個就很快給我一個很親身的肯定 接著我就撞車 一陣就入醫院 入醫院去檢查 那我幾點幾點 可以進去 那我其實擔心 那天那天我知能不能進去 不知道有沒有完 那天六點幾 我就可以出院了 那我就趕去醫院 那一陣就走到鎮學 那我告訴那些司機師姐 聽呢 那司機師姐更緊張 那幾個司機師姐幫我 去接職 起碼四五個 我知道 那調整人呢 我知道小姐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她就很精神 那繼續上課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那這個是我當晚各位司機師姐 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好多謝《當晚夜司機師姐》 那接著呢 就原來呢 我自己再去看醫生 原來我手機真的 裂了 裂了 那這個裂了 已經就可以裂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 引起我淚風濕的方法 那我一陣就在那裡 一陣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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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路呢 好像有一些東西 扯著 扯著那樣 走得很困難 上樓梯呢 上樓梯呢 如果要上樓梯的話 一定會扯著 那一陣就在那裡 拖了我三個幾個月 那我其實有練功的 不過很懶惰 最久是開頭呢 就沒有耐性的 三個字已經好像很久了 那幾天升遍了一次 那我覺得好像都幫不了這件 但是有些人呢 我定心過 拖了三個幾月之後 那天我練了 那天我練了 起碼有九個字 團職出練了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長身學 很感恩的藝老師 但是這個長身學給我們 我起床那下 我覺得呢 腳都鬆了 完全是不痛 很正常很正常 至此之後呢 就跟著藥都不用吃了 那我沒有吃藥呢 然後我回醫院去檢查 那個醫生說 咦 你這些發言指數很正常 那我整個跳起來 那我就說 因為沒有吃藥呢 而能夠把我發言指數正常 你會長身就帶你某一個力量 所以我沒有奉勸各位 這麼好的長身學 有時候 為什麼會說沒有什麼效果 你自己想想 你有沒有勤力建築 時間長就長 對的老師說 起碼 起碼三個字 但是好像每個人都好聽說 三個字就收工 但是真的 你要上下那號呢 一定要勤力 時間要長 時間要長 因為我很正常的 沒有什麼 我打太厲害 什麼都可以的 很正常的 多謝各位 各位 健康愉快 還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為什麼你精神了很多 精神了很多 還有年輕人 謝謝 師姐就是他了 多謝各位 如果你們勤力的業務 一定是精神 年輕 健康 愉快 開心 幫到別人 幫到自己 多謝各位 很多謝羅師姐的心情